说从一开始传出改编成电视剧的消息,便引起网友的各种关注,天下霸唱在畅销小说领域的地位不用多说,由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作品,也颇受观众欢迎,天坑英烈男主角最终花落王俊凯,并获得了天下霸唱的认可。 在开局当日,王俊凯一身蓝色羽绒服造型来到现场,场面十分热闹,天坑英烈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长白山,剧组取景也定在了东北,第一站是大连。 现在已经是12月,北方天气十分寒冷,王俊凯虽然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但是里面只有一件黑色T恤,还没有拉上拉链,粉丝纷纷提醒他要注意保暖。 在剧组开机合影的时候,王俊凯180厘米的个子,在人群中格外显眼,身旁的女主角文奇十分娇小,两人形成鲜明的反插萌。 等到正式开机第一天,王俊凯的服饰有了很大的变化,一身泛领卡其色风衣,脚上一双军功风格的皮靴,非常帅气。 根据剧情,王俊凯前往长白山为老师寻求解药,此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悬疑事件,这样的穿着打扮显得整个人十分帅气干练,很符合剧中人物的设定。 身旁的工作人员,一个个裹得像粽子一样,天气严寒不用多说。 在这样的严寒之下,王俊凯额头上贴上了感冒贴,容颜显得有些憔悴疲惫。 生长在南方的王俊凯,面对这样的零下严寒,再加上长时间的户外拍摄,还是感冒了。 根据网上爆出的路透照,王俊凯在拍戏空闲,一直暖手宝不离手,穿着厚厚的棉衣,看看他手中的蓝色暖手宝,是不是很眼熟? 这种冬天街头巷尾人手一个的郁寒神器,很受小凯的青睐啊。 拿着暖手宝的王俊凯显得心情很好,笑着跟镜头打招呼,整个人萌萌哒。 如今,这位18岁的少年,已经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影视人生,虽然他的形象气质十分符合偶像剧人设,却果断选择了天坑英烈这样的大IP。 不得不说眼光很好,偶像剧虽然拍起来轻松,但难以成为经典代表作,尤其是在偶像剧泛滥的现在,天坑英烈虽然拍摄起来十分艰苦,但剧情饱满,天下霸唱也亲自指导。